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今天在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應該有感受到一點空檔 有一些陽光出現 不過提醒大家 明天天氣又會有所轉變了 我們先從地面天氣圖上來看 隨著明天這個微弱封面 通過台灣的北部海面 緊接下來東北季風就會增強了 因此明天從早上開始 尤其是北台灣地區 應該就會感受到天氣狀況又會變得不穩定了 雲量比較多 而且溫度也會往下掉了 好 另外降雨的方面 我們從雨區暴途上來看到 今晚到明天天氣狀況都還算是蠻穩定的 然而到了明天你可以看到 陰封面的包含像是整個東半部地區啦 還有尤其是東北部地區都會有降雨 所以建議大家明天要多穿一點 而且要記得攜帶雨具囉 接下來帶您關心更多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明天在基隆台北跟新北市會有降雨 溫度是19到25度 再來是桃園 新竹跟苗林 雲量比較多 溫度是19到24度 台中彰化是多雲的天氣 南投是多雲到晴高溫還可以來到29度 雲林嘉義跟台南是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21到30度 正於高坪地區明天一整天 雲量也是比較多一點 但是高溫還有機會來到32度 而東部地區 宜蘭 花蓮 台東 都會有降雨的機會 台東的溫度是23到28度 至於外島地區 明天在毛族會有降雨 金門跟澎湖市多雲到晴 澎湖的溫度是22到25度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看雄欄 兒子 喜倫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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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